大家好 黑法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植物 很多话有养护过程中 最希望的就是侧头长得多 更加茂密 更加旺盛 这样更具有观赏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 让它冒侧芽 像我这盆一样 侧头可以说得上 冒了一圈 大家看一下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非常多 首先 砍头我们要看温度 温度最好是二十度以上 温度越高 它的生长能力越强 砍完头之后 它冒出的侧芽距离 才会大大的提高 第二就是 有HB101天涯火力素 滴一滴兑五百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浇灌 或者是粘到喷符里面 给它喷丝烟面 喷洒的时候 整个金杆都要给它喷洒均匀 每隔五天要喷洒一次 HB天涯活力素 可以激发黑发丝 枝条的活力 提高黑发丝 生长活性 增强 黑发丝 枝条的生长点 细胞活力 促进它 萌发更多的侧芽 更好的生长 等这个侧芽 冒出来了之后 我们用多种植物营养液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每隔二十天 给它浇灌 或者是喷丝 能促进它 这个侧芽 长得更壮 更冒险 好了 喜欢黑发丝的花园们 我们经常砍头 砍完头之后 要刺激它的生长点 萌发侧芽 是最关键的 有的砍完头之后 冒出一两个头 非常不理想 好了 再见